早在1500年前的北魏王朝 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灭佛事件 然而灭佛后不久 中国灭佛第一人太武帝拓跋涛就身染重病 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灭佛的主张 驾崩之后 他的孙子文成帝拓跋郡继位 并且下令在全国恢复佛教 云冈石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看一下这个天气非常的好 这白云在天上一朵一朵的 非常的有立体感 我现在就是在大同武州山云冈石窟的游客中心 能看得出来这个5A级的游客中心 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首先看这个灯上面都是一尊尊的小佛 而且在这个大厅里边 还有一尊四面佛的雕像 非常符合云冈石窟的文化和佛教的氛围 建议大家来云冈石窟如果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呢 可以坐电瓶车 因为这个景区还是比较大的 过了检票口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云冈石窟的总设计师 也就是这一尊雕像 他就是北魏王朝灭佛事件幸存下来的著名高僧 谭妖法师 当时呢 北魏的第四位皇帝 拓跋郡恢复佛教 可以说是连哄待绑的把他请回到大同 而谭妖法师呢 也是一个非常干脆的人 有了皇权的支持呢 他必须要干出一点大事来 我现在所走的这个大道呢 叫佛光大道 正所谓司则普武州 慈航通法案 大道两边呢 是十三段象陀四棱神柱 那么这些大象呢 各有六颗牙 象征的是修行六度 我在烈日下行走了很久 并没有看到石窟 却先看到了一处四面环水的仿骨建筑 叫林岩寺 这座岛中心的寺庙呢 灰红气派 大气磅礴 会有一种悬兵夺主的味道 其实不然 林岩寺早在北魏时期呢 就存在了 同事谈要法师修建的 在魏书中记载 云冈石窟 那时候叫林岩寺石窟 而且呢 林岩寺相对应的就是现存的 第三号石窟 只可惜呢 千余年来 木结构的古老寺院呢 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林岩寺呢 是2009年 模仿北魏建筑风格重建的 非常的精致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旅行的娜娜 中国古人呢 就是为了把这个建筑呢 能够更好更完整的 变成永恒的艺术 所以说呢 尝试了很多方法 也在中国的大地上呢 建了许多的这个石窟 在众多的石窟艺术中呢 山西云冈石窟呢 与众不同 因为呢 它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第一次以皇家的这个力量呢 来主持开凿的 有了皇家的鼎力支持 一场浩大的佛建工程 拉开了帷幕 经历过灭佛运动的 谈要法师深知 像什么木像啊 画像 泥像 甚至是铁通佛像呢 全都保不住 唯有和大山融为一体 才能得以永存 也正是谈要法师的 聪明和智慧 我们才得以今天 站在这里看到 1500年前的石窟巨作 大家随我的镜头看一下 在这个马车的下面呢 有一个深达 0.16米的壕沟 那么这个呢 被称为了古道车车 据考证呢 这是经代以前铁步路车的轨迹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 一山而凿的石窟 东西绵延大约有一公里 现存洞窟 45个 大小佛像呢 有五万一千余尊 我现在所来到的这个 是第三窟 它也是云岗最大的洞窟 工程呢 当时是非常的浩大的 直到北魏千都洛阳呢 还没有完成 这个第三窟呢 是分为前后两室 在前室的顶部呢 各处立一座三层的方塔 方塔的中间呢 是一个方形的窟式 我们现在呢 就是进入后世 洞窟的后世很大 是一个凹字形的 供奉的是一佛二菩萨 中间呢 是阿弥陀佛 两边呢 是观世音和大世之菩萨 那么主向的阿弥陀佛呢 高是十米 面部呢 圆润丰满 虽然洞窟是 北魏时期开凿的 但是呢 佛像却是 雕凿于唐朝初期 也是云岗唯一的 唐代佛像 这边第四窟的佛像呢 分化的是比较严重的 大概呢 只能看到佛像的一个轮廓 但是呢 佛像的面目呢 已经是看不太清楚了 在我面前呢 可以看到的是一组双窟 第五窟第六窟 那么在窟前 还有四层楼阁 看上去呢 也是比较壮观的 这个是清代顺治年间重建的 现在呢 我就走进去看一下 在第五窟内呢 有云岗最大的佛像 施加摩尼佛 高达十七米 在大佛的膝盖上呢 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人 一只脚上可以占十二人 如此顶天立地的佛像呢 据说就是北魏的 孝文帝未复造像 那么孝文帝是 第七位皇帝 他在魏的时候呢 也是北魏最为鼎盛的时期 所以说 看这个第五窟第六窟呢 也是非常的华丽的 我们来看 窟内的四壁呢 雕满了佛堪 佛像 这些众多的小佛像呢 也都十分的精美 第六窟呢 被称为了云岗的第一尾窟 为什么呢 大家看 整个洞窟的雕饰呢 是富丽堂皇 几乎呢 找不到一块 没有雕刻的地方 有佛像 菩萨 罗汉 飞天造像 看的人是 目不暇接 眼花缭乱 看一下这个佛堪 上层顶端呢 是 早有这个装饰垂雕 非常的美啊 这种手法呢 在北魏北朝 极为流行 据说 此窟呢 是孝文帝 为他的祖母冯太后 所雕凿的 这里是第九窟 第九窟 也是五华洞 其中之一 从第九到第十三窟呢 俗称五华洞 因为后世在洞窟内是以彩绘而得名 云冈石窟最早期的石窟就是第十六到二石窟 后人称它为谭耀五窟 也是云冈的精华所在 主要的特征呢 就是大 窟大 佛大 十足的皇家气派 而这五个窟内的佛像呢 不仅仅是识佛那么简单 他们分别对应的是北魏王朝的五位皇帝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啊 文成帝拓跋郡授权谭耀法师 兴建佛教石窟之后呢 谭耀法师就想啊 这么浩大的皇恩 必须有所表示吧 要给皇家一个满意的答卷啊 于是呢 他就带领一万名工匠呢 用了五年时间建造了云冈最初的这五个石窟 并且呢 将北魏拓跋式五位帝王的形象呢 融入到佛像中 这样一来呢 既给了皇家至高无上的尊贵 又能借力保护佛法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看 这五个洞窟 分别呢 都是哪几位皇帝 十六窟 北魏的开国皇帝 拓跋归 第十七窟 北魏的二世皇帝 拓跋四 第十八窟 北魏的三世皇帝 拓跋涛 第十九窟 北魏的四世皇帝 拓跋晃 第二十窟 也是云冈石窟 著名的露天大佛 我们现在好多的宣传资料呢 都能看到这尊大佛 它便是象征恢复佛教的 文成帝拓跋郡 原本呢 这尊佛像也是端坐在石窟之中的 大约在辽代以前 洞窟崩塌以后呢 这尊佛像便露了出来 但是呢 保存完好 大佛背光的火焰文和飞天浮雕 十分的华美 也是云冈最有代表的飞天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石头上呢 写着西言绝唱 非常悲凉的四个字 但是呢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公元453年 北魏的文成帝拓跋郡 和谈药法师相遇呢 改变了中国的佛教历史 公元494年 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 云冈的皇家大规模开凿呢 从此画上了句号 取而代之的呢 是由当地的贵族和中下层观力呢 自行的筹资 然后呢 利用原来的记忆进行开凿 所以说 我们看到后期的石窟呢 不再雄伟 而且里面的佛像和菩萨呢 也大多销售 而且他们的衣饰呢 也非常的简洁 此时此刻 我站在云刚的露天大佛前呢 特别的感慨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但是呢 却依然让我很震撼 这一座座山崖的石窟造像 不仅仅是艺术上 视觉上的登峰造机 更是一部鲜活的北魏王朝史 云刚 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瑰宝 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 云刚就在这里 山西大同 不动声色 却光彩夺目 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